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關鍵下一秒 當然今天的行情 大家可能會有稍微比較多的疑惑 這個部分我們稍待再講 你看到謝老師今天節目的測標 有一個QR Code對不對 亨達投顧的APP 在今天正式上線 那基本上我們要做這個APP 最主要的一個因素在哪裡 就是希望說盤中 你有時候觀眾朋友會想說 老師很多時候 我們都想要知道 你最及時的一個資訊 但是有時候都要等到 收完盤節目之後才能夠看到 那沒有關係 這個時候我們開發了一個APP 然後為的就是希望說 能夠在盤中 就可以及時把重要的訊息 跟觀眾朋友來做分享 所以你說要怎麼樣加入這個APP 很簡單 當然第一個 你看到這個地方 有一個這個QR Code對不對 你可以用你的手機去掃描這個QR Code 或者說是 當然你可以用這個手機 下載QR Code的一個部分 或者說是你進入 不是你是Android系統 或者是iOS系統 你到那個商店裡面打亨達投顧 也可以到我們 也可以看到我們的這個APP的部分 你可以去做下載 好這個是簡單跟大家先做 這樣子的新的 新的所謂的一個即時可以 可以跟大家去做互動的一個APP 的一個介紹 好那回過頭來 我們要看一下今天的一個行情 觀眾朋友你記不記得 我在昨天的節目裡面 我跟大家提到 我說這個行情原則上 要出現比較大幅度的回檔 禮拜四禮拜五 應該會比較有機會 所以你務必要找買點對不對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壓回的修正 剛好在今天 他提前一天出現 出現這樣子的一個修正 但是現在我是要告訴各位 基本上這不是一件壞事 我們先看一下今天的行情 當早上一度往上去做 那美國股市下跌 但是他早上一度向上做公高對不對 但是我們也在過去的早報當中 包括節目裡面 我們跟大家提到說 原則上這個行情 大概不會急攻 所以往上攻擊的時候 他反而不會是一個好的買點 但是往下去做拉回 觀眾朋友有很多人錯過這一波行情 一直都在想說 我拉回要做買進對不對 但是真的拉回的時候 觀眾朋友你有去做買進的動作嗎 好所以這個部分 謝老師要告訴大家 提前一天拉回 他不是一件壞事 那因為剛好明天是摩台結算 他其實也可以把這個空間做出來 好為什麼這樣講 過去其實我們跟大家提到啦 當然這個拉回的時間點 比我們預期早了一天的時間 但是其實有時候重點不是在於那個時間 重點是在那個價格跟區間對不對 所以過去我在節目裡面跟大家提到 我說這是一個修正 短線過熱技術指標的一個走勢 但是你看修正 他指數並沒有大跌 他單純就是為了針對這個事情嘛 好但是進入這樣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他在回測原本當初所形成的 多方跳空缺口 這個缺口我在節目裡面跟大家畫過嘛 回測這個缺口 他反而會是一個好的買點 第一個當然是他回測的缺口 第二個則是指標進入的超賣區 他已經進入了20以下的低檔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這個部分 他會是一個比較好的買點 所以簡單來講 大盤的部分 我覺得觀眾朋友不需要太過擔心 一切都在我們的規劃當中 好但是重點 重點是在於說 壓回的過程當中 到底要買什麼樣的股票 我在昨天的節目裡面 我跟大家提到說 你要買未來有大空間的一個股票 好但是買股票 未來有大空間是一回事 那你怎麼樣去買那個最好的位置點 那個又是學問囉 就好像我們剛剛提到大盤的部分 我說回測缺口 當技術指標壓回來的時候 他會是一個好的買點對不對 所以我過去我跟大家提到 不只大盤是這樣 包括個股也是這樣子 有時候操作 他不是只有多跟空 兩個事情這麼簡單 更重要的是時間跟節奏 好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例如說其實有一些股票 你說他是不是好股票 他當然是好股票 但是你如果在錯誤的時間當中 去做進場 你那個操作起來 你就會很辛苦 我舉個例子來講 例如說像是今天 這檔個股其實 報載非常多的利多對不對 這檔股票叫華漢 好那你看到了 今天其實開盤 他連高盤都沒有開出來 最高點開盤就是最高價 是392塊 收盤跟最低點是收在 同一個價格叫做368塊 你如果買錯地方 一天的時間會跌掉24塊半 如果10張的話 你買錯地方一天就賠245千塊 謝老師問各位 你說這檔是不是好股票 是啊 但是你如果買錯時間 你就造成今天這樣子的結果 對不對 好另外我們再舉一個例子 觀眾朋友你記不記得 這一檔個股 我們過去在節目當中 也跟大家介紹過 你看這檔個股叫怡頂 他去年前三季EPS6.41元 本益比只有12倍 這應該算是一個 相對偏低的股票對不對 而且今天你可以看到 一樣報紙有提到非常多 有關於怡頂的利多 例如說像是 工商時報的證券版 這是今天的新聞 2月24號 他說怡頂火力全開 獲利大要盡 包括公共基因體 車聯網ADAS 空業4.0 看起來都是利多對不對 但是你選擇在今天 你才去做進場的 觀眾朋友會發生什麼事情 最高114 收債最低點叫106 買點不對10張 一天你就會賠掉8萬塊 他是不是好股票 他是好股票 但是你如果買點不對的話 你就會發生這樣子的狀況 而這一檔個股 我是什麼時候跟大家提的 謝老師要告訴各位 這個是我在2月17號的節目裡面 跟大家提到的對不對 好所以你看這一檔個股 包括2月18號的漲停板 2月19號的股價大漲 好但來到這個位置之後 我包括節目裡面也提到 包括了早報當中 其實我也提到 我說這檔個股是好股票 但是短線上面 你不適合再去做一個追加的動作 所以你回頭過來看 這個東西它有時候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它不是只有多跟空兩個問題 它最重要的是在於說 它的時間跟節奏 你能不能夠好好把握住 這個時間跟節奏的一個問題 好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講到這裡 觀眾朋友你會想說 老師可是今天大盤就是下跌 所以今天很多股票下跌 那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觀眾朋友 那重點是看你選什麼樣的股票 跟行情倒不是有直接性的一個相關性 怎麼講 我們先來看這一檔個股 這一檔個股是我們過去在節目裡面 跟大家提到的一檔個股 這是2月16號 當時我在節目裡面提到的 這檔個股後來 我有公開給大家知道 這一檔個股叫做偽權店 好那最主要當然是包括了 Apple Pay 然後在中國上線 然後它是跟銀聯卡來做合作 我當時我也提到 我說銀聯卡的部分 它是全球 它不是全中國 它是全球發行量 最大的金融卡的廠商 叫做銀聯卡 它發行的張數超過41張 換句話說 大概全球 你大概路上遇到兩個 當然台灣可能比較少 你如果在國外 大概路上遇到兩個人 就會有一個人有銀聯卡 好所以這個當然是一個 非常大發卡量的一家公司對不對 那偽權店跟它其實合作一段 合作蠻長一段時間了 所以你看這個股票 過去我們也跟大家提過 我說這是一個突破收斂三角形 而且它是一個量縮整理的一個走勢 對不對 好所以你發現今天股價 大盤不是下跌嗎對不對 但是你看這一檔個股 它今天股價的收盤價 是創下了波段新高 這種股票它是慢慢往上推啊 那往上推有什麼好處就是 很多人喜歡做那種 幾場對不對 連續最好買進去五天 五天都是漲停板 但是這種股票其實它有風險嘛 就是它可能連拉五根漲停板 它也有可能連跌五根漲停板啊對不對 但是謝老師跟你提到的股票 我們都是從產業來做出發 所以基本上這種好的股票 你可以安心買嘛 爆波段嘛 因為它股價沒有 一下子就噴出去對不對 好但謝老師要告訴各位 這檔股票它特殊的地方在哪裡 你看今天它的股價 是收盤價新高對不對 好重點在哪邊 有些人會講說這個部分 好像量能沒有放得很大 當然今天量能是比前幾天來的大很多 但你發現一個問題沒有 它整個波段的最大量出現在什麼時候 出現在上個禮拜三嘛對不對 好所以上個禮拜三這個波段最大量 它最高點是21.35 今天收盤價多少 今天收盤價叫做21.45 這要告訴你一件事情嘛 我們過去都知道 相對大量的一個位置 如果稍微壓回來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套牢的一個部分對不對 好但是你硬要給它供 它可以分成兩種方式嘛 你要供過那個壓力區 很簡單嘛 第一個我比你更大的量 就好像打唱一樣 你10萬大軍 我就用20萬大軍對不對 然後一次把你衝過去 好這是一種方式 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把你包圍的不知不覺 像偽權店就是走這樣的走勢嘛 就是你看它量 好像也沒有放大到 這一天的一個大量區 但是它已經過高點了 過高點代表什麼東西 這個叫招響啊 就是你那時候套牢的 股票變成賺錢的 這個時候你就不會 一定要急著去做賣出了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一檔股票 它其實 包括其實過去這一段時間當中 你可以看到外資 它是連續性的買超 包括到今天 謝老師錄節目的時候 那個軟體的資料還沒有出來 但是我稍微看了一下 今天外資又買超了 大概將近400張左右的幅度 所以你看過去這一段時間裡面 為什麼外資連續性的買超 有時候觀眾朋友你要去想這個問題 所以 緩推過大量高 這個其實對於觀眾朋友來講 我覺得會比較好啦 它比走那個幾漲幾跌 對於你來講 第一個你有時間做佈局 第二個你可以抱起來很安心 這都謝老師帶給大家的一個 操作的方式啦對不對 好但是除了這一檔股票之外呢 另外還包括什麼東西 今天大盤下跌對不對 你看到偽權店股價是漲的 還有一檔個股 我相信觀眾朋友你過去這兩三天 你有看謝老師節目的 你都會知道我有提到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叫什麼 這檔股票叫做神盾對不對 我當初我怎麼講 我知道這個部分有很多人跟你講 但基本上 我不去 我很少去提這件事情的原因 是在於說 我覺得這個東西你只要自己 稍微用功有稍微做功課 我相信其實你都可以看到 這樣的數據對不對 但是你看謝老師的節目 我覺得不是單純我告訴你說 這數據怎麼樣怎麼樣 外資買賣超 投信買賣超 你自己看就好了 還需要我告訴你嗎 不用嘛對不對 所以我在節目裡面 我跟大家提到的是 產業性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現在 今天神盾拉出幾乎是 第三根的掌停板 但是我相信這個時候 還沒有人跟你講這個事情對不對 我說蘋果花了117億 吃了這一家公司是指紋辨識的 星絲花了84億台幣 吃了這一家公司 他也是做指紋辨識的 所以過去我在節目裡面 我跟大家提到 我說蘋果跟星絲 為什麼要去買這個指紋辨識廠 這是供出第一根掌停板的時候 然後再回過頭來 包括我在昨天我跟大家提到 我說這個 虧錢的指紋辨識廠 因為當初蘋果跟星絲 買那兩家的時候 他都是虧錢的 那84一個花84億 一個花117億 那我說如果今年神盾賺錢呢 他的市值是104億嘛 所以很多人覺得說 股價拉到了這個掌停板 創下了掛牌以來的新高 股價會不會太高 那你稍微比較一下嘛 人家去買那個虧損的指紋辨識廠 他可以花到117億 當然蘋果特別有錢 這是事實嘛對不對 但是他也告訴你說 其實神盾的價格 他其實並沒有偏高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這一檔個股 在昨天 昨天大盤小漲嘛 但是你說這檔個股 他有沒有比大盤強 有啊 他9.03分58秒 就收工了嘛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這一檔個股 昨天再攻一根掌停板 這是第二根掌停板囉 然後一路到今天 你看這一檔個股 所以我一直告訴各位 操作不是只有多餘空 更重要的時間跟節奏 我相信有些人 包括其實你老師在帶你買 這檔股票的時候 他今天會遇到一個問題 包括你自己做也是一樣 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美股大跌嘛 然後股票開低嘛 拉了兩根掌停板 想要出對不對 想要出一出 結果發生什麼事情 最低點是161塊半 然後拉到185塊最高 收盤是184塊 這個波段 這個不要說波段 光今天拉起來 他差了22塊半 觀眾朋友你去想一個問題 如果你今天你砍在低點的話 今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今天我相信你如果有神盾 然後你股票砍在低點 你今天你會垂心砍 為什麼 股票一天的時間 你把股票砍在最低點 拉起來拉了22塊 一張就差2萬塊 這個是一個大學生 現在的一個薪水不是嗎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謝老師在節目當中 不僅跟大家介紹好股 我不是只有跟大家講股票 這個叫做嘴巴講 嘴巴講都很容易嘛 重點是你要怎麼樣去做操作啊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看 這是我一路以來 我帶大家 我帶我的會員朋友 去做的神盾的操作 包括當初出普瑞 然後轉進神盾 141塊對不對 那個時候有很多人 笑謝老師說 老師你的普瑞出的太早了 但是你這個時候回過頭來看 謝老師的普瑞會出的太早嗎 你要去想喔 那個時候普瑞的價格出一張 他可以買神盾兩張 所以你以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 這個時候神盾拉上來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謝老師當初要出普瑞 去轉神盾 好那包括後續 我再做了一筆加碼 是148塊 好但講到這個部分 謝老師要證明 我們一張都沒有出 這個是我在這幾天 我在神盾的部分 我跟大家提到的抗訊 這是昨天的 9點05分 因為9點03分58秒就漲停了 我說股價連續第二根強攻漲停 那原則上 目前手中兩筆多單獲利續報 然後一路到了今天 你看 即便早盤開低對不對 這9點07分 我在節目 我在告訴我的會員朋友什麼東西 我說神盾股價出現過高後遮壓回 但是現階段 還不需要視為是漲勢的結束 你要觀察今天收盤的位置 跟量能的變化 手中持股 獲利續報 不要急著賣出 要不然如果你賣錯的話 你就會錯失一個大波段漲勢的機會 這個是我今天有發給我會員朋友的訊息 所以你看 兩筆單都沒有出對不對 141塊到今天184漲了30% 148塊到今天184漲了24.3% 這個是謝老師的一個操作 所以謝老師要告訴各位 原則上這一檔股票 神盾目前市值是125億 所以這個地方就有一個問題了 我剛剛提到說 蘋果花117億去買一家指紋辨識公司對不對 你基本上那個市值低於這個價格的 它都不算是高點 但是今天來到125塊125億之後 好後面問題來了 下一波的買點在哪裡 這個你就要觀察它的後面 是不是能夠真正攪出一個賺錢的一個成績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重點在哪裡 這個時候你再來想 你是會稍微晚了一點 因為股價已經拉出 接近第三根的漲停板 但是你看我當初我在這個地方跟大家提 你低檔慢慢買上去 不是可以賺得很輕鬆嗎 偽權店是這樣子 神盾是這樣子 你如果要每天看那個股票漲停板 那我覺得啦 你就也不需要看下午視節目了 重點是這個部分 你怎麼樣可以買起來很安心 抱一個波段 賺到錢我覺得才是重點 好那因為神盾的股價 已經拉出連續第三根 你跟我的第一筆單的成本 你跟我第一筆單的成本 已經差了30%了嘛 那這個時候觀眾朋友 當然第一個你會想說 會不會追高 第二個是說 這時候加入謝老師會員 會不會幫我救會員抬轎 我說沒有關係 基本上你有這樣的疑慮 我覺得這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這個部分 謝老師要告訴大家 如果你錯過神盾了 我當初我既然能夠在相對抵擋 幫大家找到神盾 我當然能夠找到下一檔的好股票 所以你看到今天 謝老師不論是偽權店也好 不論是神盾也好 疾風之盡草啊 當大盤在跌的時候 你才知道什麼是好股票 但是如果你錯過了這些股票 我說真的沒有關係 因為謝老師還是很認真啦 我們希望說 可以幫大家找到下一檔的神盾 所以這個時候 我要跟大家提一檔股票 IBM認識嗎 IBM應該認識嘛 摩根大通聽過嗎 有聽過啦 他加持的一檔好股票 至於是什麼股票 我們先進廣告休息一下 回來之後馬上幫各位做解析 歡迎回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那第二階段節目一開始 還是要先跟大家提一件事情 這個我們亨達投顧 有發展的一個APP 那基本上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就是說 觀眾朋友你不是等到 謝老師的節目開始之後 你才知道說 謝老師對於行情的看法是什麼 那我希望說你可以透過這個APP 隨時把謝老師的提醒帶在身邊 所以基本上 你要怎麼樣有這個APP 很簡單 第一個你把你手機拿出來 然後對著這個QR Code 然後你去掃瞄它 你就會跳到我們那個 軟體下載的那個頁面 所以你可以用手機來做一個 掃瞄QR Code的部分 或者說是你直接到 不論是Android的這個Google Play 或者是iOS的這個行動商店 你去打亨達投顧 你一樣是可以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APP 好 那把謝老師隨時在身邊 基本上你操作起來 你會比較安心 好 那我們在講這個 IBM加摩根達通加持好股之前 我們要先跟大家提這檔個股 基本上我過去我在節目裡面 我說我看好這檔股票 未來的發展對不對 但是不代表馬上要跳進去 我在早報裡面 我應該是兩天前吧 我特別強調 我說你要 他不會走B型反轉 絕對不會啦 你要等什麼 你要等足底等足底等足底 因為很重要 所以我要一直跟你強調 所以觀眾朋友去想一個問題 今天很多人 我不知道你老師有沒有這樣子做 沒有跌停板對不對 就帶你去搶進 然後搶進最高528 收盤是跌底497 是不是有很多人看打開就帶你搶 我說這個東西叫做賭 這個叫做賭 你如果要賭 你不如你就買彩券 你去澳門 你不要在股市當中去賭博 股市當中它是可以規劃的 你可以很輕鬆的去賺錢 你不需要用拚的用賭的 去賺這樣子的一個短線的反彈 所以我告訴各位 基本上這兩個我 其實過去我在節目裡跟大家提過了 我說它不會像基亞 你看第三根就打開了對不對 那我會開始留意一號點的買點 但是我剛剛講了 我說這檔個股 基本上它一定要足底 那足底可能要花一段時間 一個月兩個月 甚至半年一年不一定 那你如果要做這個股票 你要鎖定就好像當初 我們為什麼能夠在300多塊的時候 跟你提這檔個股 因為它其實有這樣的足底的過程 而且它基本面有做改變嘛 好所以這個部分 我能夠幫大家把握住這一段 就有機會幫大家把握住 另外這樣子的一個行情 那你現在 你不要自己試著去 用賭博的方式去做操作 好這個部分 其實你要把資金擺在好的股票上面 急風之進草 今天大盤大跌 有很多好的股票上漲 那當然最主要 包括我們跟大家所提到的神盾 目前所以這個部分 它連續拉了接近三根的漲停板 那重點你要怎麼做 你當然要跟著謝老師做 那錯過了沒有關係 謝老師告訴大家 有一檔IBM加摩根大通 聯手加持股票 這檔股票你一定不要錯過 為什麼這樣講 我先跟大家提 這個是之前的消息對不對 IBM壓寶比特幣的技術 這個我在節目當中 我跟大家提過 另外我們再來看 這檔個股 在今天有一個新的消息 這叫摩根 這個大摩 小摩 他說他要擴大 這個金融科技的支出 他要用比特幣的區域 區塊鏈的一個技術 所以這個部分 包括摩根大通 包括IBM 這個時間點 他們都要用這樣子的 一個比特幣相關 所以我告訴各位 有大型股票加持的個股 你看當初Intel加持聯亞 他股價漲63%對不對 所以這一檔個股 有IBM跟摩根大通 聯手加持 第一檔開始有人在吸筹 你不要小看 9個月的底部 他只要反彈這一波跌幅的一半 他就是一倍股價三字頭 觀眾朋友一定買得起 所以你錯過神盾的 觀眾朋友這一檔股票 你務必好好跟著我們的把握 廣告當中可以撥個電話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 做個洽詢 我們節目進行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